字幕志愿者 李隆台 从9点强制执行开始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古迹就一砖一瓦的被破坏 一砖一瓦的消失 那今天差不多10点15分的时候 警察就逮捕了 潘汉江跟刘立兰 那逮捕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在国有地上面 他们并没有在土安堂里面 他们在围墙外面的国有地 警察居然 新北市的警察 居然是用妨碍公务逮捕他们 在今天的第一天的强拆过程 已经有三位被逮捕 那我们不怕 我们还会有更多人出现 来试使捍卫古迹 那第二天的强制执行会是下礼拜一 是古迹的大佛 战场文化 文化不缺不保存 而他放任西北市政府跟 在那边做差处 没有家的大佛 怎么能够保存 在开庭的时候 法官对于我们这样子的案件 他也对于古迹的这样子的一个肯认 有一些技术上的细节 必须要克服 我们都要回去将这个资料 或者说我们 法官自己 他们本身 也要来 做一个 整理跟思考 那预计下礼拜 我们就会去法院的可能就会做出一个保全的一个裁定 那今天的这个跟各位报告 今天的开庭主要是针对保全 保全古迹的一个 做一个紧急的一个裁定的一个庭 那这个裁定的庭呢 我们提出的是由被告机关 被告机关文化部 文化部来做一个 暂定古迹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假处分 那今日呢 我们有一个蛮大的一个进展 就是说法院这边 他建议我们是用暂时暂定古迹这个概念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假处分 所谓暂时暂定古迹的概念就是说 暂时暂时暂时暂定为古迹 那我觉得法院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表示说我们在未来的一个进行当中 我的看法是相当的乐观 那也觉得说 虽然说今天的一个拆除的一个行动 在那个普安堂这边 虽然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挫伤 但是我相信在下个礼拜 我们在这个 在一个法律的一个战争上 法律的一个诉讼的一个这一些的 我们的争取我们的权益 争取古迹的一个维护上面 我觉得也给大家一个鼓舞 也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那个更更积极 更正面的态度 然后我相信下个礼拜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个进展 谢谢 我们现在要一块一块来 一块一块来 现在要一块一块来 那来是我们要看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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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OK 开股机 开股机 建股机 建股机 坚持抗议 坚持抗议 都一台赛个 都一台赛个 开股机 建股机 建股机 开股机